大家好,我是马兹 带你一起双双动漫的资源 欢迎回来动漫快意懂这个系列 今天的主题是 咒术回战里你不得不知道的设定 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7月新翻里 咒术回战已经是霸权的等级了 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部的影片 我绝对相信有一大部分的观众们 除了记得战斗精彩以外 其他部分,例如说作品的种种设定 都已经忘了一看二镜了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 而偏偏咒术回战里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定 如果虎杖打出一拳黑色闪电属性的强大一拳 厉害吗?厉害 那如果虎杖使出黑闪的条件 是出拳的冲击和咒力的传递 在0.00001的情况下同时打出 而且威力是2.5次方的爆发伤害呢? 哇,这不是人可以办到的 可是虎杖办到了 这就是咒术回战设定上的厉害 如果你不想一直一头无水的看咒术回战的话 今天的影片就可以帮到你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咒术回战的主要故事情节是 咒术是博出诅咒保护人类的故事 所以第一件事必须要明白的就是什么是诅咒 诅咒就是人类所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负面情绪 例如说工作受到委屈的时候叫主管去死 或是被同学霸凌觉得 为什么一定是我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负面情绪叠加起来就叫做诅咒 也因为诅咒是从人的心中而生 所以人口越多的地方就等于诅咒也就越多越强 非常容易理解 在第三话 丁祺也强为初登场的时候 为什么五条屋特地要测试丁祺的能力呢 就是因为从乡下来的它 不一定可以对付大城市的诅咒 那大量的诅咒通常会凝聚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人类怨念特别多的地方 例如说学校 医院 或者是墓地等等 那一般人会在这种地方看到诅咒吗 是看不到的 除非是在临死前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看到 就好像刚刚开始没有咒力的男主普障幽人 是因为束挪的手指的关系才看得到的 只有可以控制咒力的咒术师才可以看得见诅咒 而且诅咒只能用诅咒来播出 所以咒术师呢就成了消灭诅咒的存在 咒术师就是能从诅咒这种负面的情绪里 从中戳出负面的能量也就是咒力 再把咒力灌进术师里用来播出诅咒的一种职业 咒术师是这个职业的统称 里面还可以细分为很多种不同种类的咒术师 就好像二年级的狗卷级是咒炎师 而同样是二年级的禅院真希是咒巨师 咒术师的等级有分为四级 三级 准二级 二级准一级 一级 还有最强的就是特级 当然咒灵也是有等级的 我们等下再详细说明 当要播出二级咒灵时 就会相应的派遣二级咒术师去执行任务 原因是因为在咒术师的世界里 咒灵的二级 其实等同于准二级咒术师的能力以此类推 这就能确保咒术师可以高机率的完成任务 而且降低死亡率 目前最强的特级咒术师只有四位 第一肯定就是最强的老师 兼帅哥的五条物 第二是实力堪比五条物的遗骨忧太 第三就是五条物曾经的自有下游截 而第四在第一季里只出现过一幕 也就是东唐的师父九十九游击 在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都想升职加兴 咒术师也不例外 就好像京都高中的三轮侠 因为自己很穷 又要养两个弟弟 所以一直想要升级 可是咒术师的升级不是这么简单 必须要有一级或以上的咒术师推荐 才可以升级 而且自己的老师还不可以推荐自己的学生哦 打个比如如果是二级升一级的话 被推荐后就要和一级咒术师一起去执行任务几次 被认定可以独立完成一级任务的同时 才可以成为一级咒术师 再加上业界能成为咒术师的人很少 所以经常会有人手不足的情况 据咒术高专二年级学生的熊猫所说 每年冬末春死人们的忧郁 会在初夏的时候一口气爆发大量的诅咒出现 也就是咒术师们最繁忙的时候 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吃力不得好的工作啊 而且还会死啊 咒术师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剥除诅咒 而诅咒浓缩后出现的结晶体就是咒灵 咒灵只能留在它产生的地方 所以剧情里护葬他们出任务到荒废大楼里 剥除的那些恶极甚至是杂鱼咒灵 都不能离开这栋大楼 咒灵也和咒术是一样是有等级之分的 4级、3级、2级、1级还有特级 而还有一种咒灵叫做咒赢 实力就连4级都不如 在吉野顺平事件的时候初次登场 虎杖等人打算用来作为干扰使用 而最强的特级诅咒 在剧场版咒术回战灵里 下游杰说目前只有16只 当然不包括咒灵集团的这些未登陆特级咒灵 咒灵集团里的特级咒灵是特别的 因为它们是人类大量恐惧某个针对性的东西 而创造出来的存在 漏湖是人类害怕大地而出现的咒灵 花羽是森林 鸵梗是海洋 真人则是人类害怕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特级咒灵 它们拥有智力能和人类沟通 就是最大的共同点 而所有的咒灵不分等级都是诅咒的化身 所以只要用咒力就可以轻松治愈自己的伤口 那特级咒灵可以随时至少伤害的话就更加难对付了 咒宿施和咒灵之间战斗的时候 你要杀掉我我要干掉你 那双方干来干去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呢 就是素氏 我们直接用动画里五条老师的例子就好 咒力和素氏的分别等同于咒力等于电力 而素氏就等于加电 从负面情绪抽取咒力出来 再把咒力放进素氏里启动素氏效果 就像叉叉头开电 让电力启动洗衣机而达到洗衣服的效果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最残酷的就是素氏本身是不能学的 它是出生时就刻在了体内 就代表咒素氏的能力80%都是来自于天赋 所以玉三家的人就是集结了咒素界精英的家族 而像虎杖这种没有加细BUFF的普通人呢 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素氏 所以虎杖透过吃了素挪的手指得到咒力后 靠着控制咒力加上自己超人般的体能打出一片天 但五条物透露了一件事情 因为虎杖的体内有素挪的存在 所以它的体内有一天将会刻有素挪的刻意 换句话来说就是成为本作第二强的角色 因为第一强是五条物啊 说到玉三家具体来说就是咒素界里的三大家族 分别是残怨家 家冒家和五条家 为什么是三大家族 是因为他们的体内代代相传着很强的素氏 残怨家的是十种饮法术和投饮咒法 十种饮法术就是浮黑所继承的素氏 拥有召唤并使唤各种不同世神的能力 而投饮咒法就是残怨家当家 残怨直癖人所使用的素氏 家冒家的素氏就是赤血超素 在浮黑和家冒献剑的对打中 献剑所使用的素氏 不只是操纵血液变成攻击手段 甚至还可以操纵红血球达到克药的状态 这招名为赤血药洞 而五条家基本上就是个谜 就只有五条物一人而已 所使用的素氏是无下限作素 再加上五条物的六目 可以看穿素氏的一切操作 这些能力就留给大家 日后看动画的时候自己体会吧 除了咒灵以外 咒素氏还要对付一种蛮常见的对手 那就是拥有咒力可是却干尽坏事的角色 他们被称为咒素氏 基本上就是咒素氏的想法 最好的例子就是五条物的自有 也是特级咒素氏的下游节 在村庄杀了100个人以上 被东京高砖逐出去的最邪恶咒素氏之一 所以咒素氏除了博除诅咒以外 有时候还要对付同为人类的咒素氏 必须注意的是解决咒素氏的时候 为了防止对方变成诅咒 必须用咒力将其杀死才行 以上所说的咒灵咒素氏都是较为常见的 那我们来说一些很少可以见到的诅咒 第一当然就是怨灵 它和咒灵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咒灵是人类的负面情绪集中在一起的化身 而咒灵本身是由人类死去后化身而成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剧场版咒素回战灵里面的奇本礼香 它就是被特级被咒者以古犹太所诅咒 因为以古的能力太过强大 所以就算是普通人的礼香也变成特级过咒怨灵 实力强大无比 而在故事里有被提及过的另一个怨灵 就是以古犹太的祖先坚元道真 属于日本三大怨灵之一 是超级厉害的咒素师 跟五条家算是远亲的关系 所以以古和五条是亲戚啊 怎么一个长得那么帅另一个却长得那么帅 而还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就是特级假想怨灵 据咒灵集团的真人所说 那些神话里面的九尾之类的妖怪 也被咒素师列为特级假想怨灵 咒素回战灵里下游节最后放出来的化身玉藻千 就是其中一只特级假想怨灵 是怨灵中最高等级的存在 除了主动攻击的敌人以外 当然也会有没有杀伤力 可是却很危险的物品 那就是咒物 顾名思义就是物体中含有大量的诅咒物品 虎杖吞下的束挪手指就是其中一个特级咒物 之后在后续故事里用来封印五条物的玉门疆 还有就是在第一季的最后 虎杖和丁吉一起对付的坏象和血图 它们就是特级咒物 咒胎九象图所诞生的 咒胎九象图是在150年前 由玉山家的污点的家冒献人所制造出来的 把咒灵和特殊体质的人类女性结合 九次的怀孕 九次的堕胎 所生出来的九个死胎 就是现在的咒胎九象图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制作记录 特级咒物基本上都破坏不了 所以才需要封印在咒术高砖里 可是在真人成功潜入东京高砖 偷束挪的六根手指时 意外的也被他得到 咒胎九象图里的一二三号咒胎 把这三个咒胎喂给人类 把肉体当容器 就可以再次复活它们 能力虽然不及咒灵集团 但实力绝对有接近特级的存在 居然虎杖和丁琪都陷入苦战 说到这里还坐着看影片的各位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天赋欲扁 是个成为咒术师的材料的话 要到哪里去学习呢 就去咒术高等专门学校 也叫高砖 全日本只有两间高砖 那就是位于东京的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 和位于京都的京都府立 咒术高等专门学校 高砖的存在 只有咒术相关的人士才会知道 所以这两所高砖向外声称 是私立宗教系学校 咒术师毕业后 也会以高砖为据点 进行各种的任务 高砖是四年制 奇怪的是故事到现在 都还没出现过四年级学生 而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两间学校的交流会 好听就交流会 不好听叫 两天内给我用咒术刚报对方 不比赛 只有二三年级才可以参与 所以要发泄就剩现在 高砖不只是学校这么简单 地底下还有一个叫 轰心宫的地方 这到底是什么脑袋才可以想出来的名字啊 而轰心宫 住着天云大人 基本上他的责任就是布置结界 而每天都更换结界的配置保护高砖 以外完全不干涉人士 而高砖里面的特级咒武仓库呢 也是由天云的结界保护着的 制造出超越一千扇门每天改变配置 而里面只有一扇门可以通往特级咒武仓库 这就是高砖的全貌 可是最让我搞不清楚的还是咒术师高尘 京都高砖的校长乐言士高僧就是其中一位高尘 而其他的高尘有谁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都是一群老头 因为五条物每次都叫他们死老头 所有与咒术相关的判定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所以虎杖吞了素挪手指之后要被处死 也是他们的决定 说到这里那什么是特级咒武素挪的手指呢 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两面素挪 千年前咒术盛行的时代 没有咒术师可以打败他 死后作为咒武传授的斯拉也无法销毁 是名副其实的诅咒之王 而两面素挪有四只手 有二十只手指 遍布在不同的地方 咒术界其中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二十只手指找到并封印起来 因为没办法销毁所以选择封印 而在第一集为了救浮黑的情况下 虎杖选择吞下了素挪的手指 以获得咒力对抗咒铃 谁知道却被素挪占据了身体 好在虎杖原来是容器 所以可以压制住素挪布子 还可以在两人之间自由切换 而吞下素挪手指的虎杖 本身一半已经是诅咒了 所以大部分的剧毒攻击都对虎杖无效 要完全消灭素挪的方法目前只有一个 就是让虎杖吞下全部二十根手指 然后再将虎杖给杀死 让素挪和虎杖一起死去 但是咒术高层们就想要把这么危险的虎杖 给立刻处死 所以虎杖基本上是早死或晚死的分别而已 最终还是要因为素挪而死 当然如果素挪可以离开虎杖的身体的话 还有另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最强咒术师五条物把素挪给干掉 因为五条物非常有自信的说 就算面对全盛期的素挪 他还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就这样虎杖的人就一边在高专上课 一边出任务 那除了咒术师以外 还有一帮非咒术师人员在辅助执行任务 那就是窗 动画里常出现的窗的辅助监督 有依地支杰高和新田明 基本上的工作就是给予情报和交通上的资源 每次有什么新任务的时候 依地支都会在送咒术师去目的地的路上 和他们告知本次任务的情况和注意事项 除此之外还会负责在任务前放下杖 是一种将咒术师隐蔽起来的结界 让外人没有办法看到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咒术师就在杖里面剥除诅咒 那如果是诅咒太强或者是相性不好 自己的术师又对付不到敌人 那还有什么别的攻击手段呢 当然是有啊 最简单又直接的就是带上咒剧 咒剧就是本身武器上面就已经有咒力的存在 所以可以用来砍杀咒灵 而当然咒剧也是有分为1234和特级的咒剧 第一季胡杖还不会用咒力 可是又要出任务的时候 五条物就给了他一把叫图作魔的咒剧 只不过只会弄断了 珍兮超生气 而特级咒剧也就代表 他的攻击力和稀有度都相当的高 例如说从下游截那里得到的特级咒剧游云 就可以直接对特级咒灵花育造成伤害 而且珍兮还说卖掉的话 可以赚5亿日元啊 不同的咒剧有不同的威力和效果 相信日后的剧情一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以外有一个方法可以增强咒术师的能力 不是术师也不是武器 而是向上buff的存在 那就是束缚 这是咒术里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不仅仅是能力而已 就连任何条件都可以谈妥 就像虎杖一开始可以在他和束挪之间自由切换 可是到了少年院打特级咒灵的时候 竟然换不回来 这个束缚的条件就是 利用了束缚的强大能力越多次 就越来越难自由地切换身体 如果说用束缚来增强能力的话 最好的例子就是一级咒术师七海剑人 只要他把自己的实话做法详细地告诉对方 自己的能力就会得到增强 因为他原本是打工仔的关系 还有另一个束缚就是工作八小时之后 到了加班时间 本身的周力就会更加的提升 所以束缚可以说是一个等价交换的buff招式 还有另一个是束缚的极端版 那就是天宇作妇 它是一个天生就加强在身上的束缚 强制拿走你很大的优势 却给予你另一个很大的好处 例子就是京都高砖二年级生的羽姓萍 强制以肉体的残阙换取强大的咒力 不只可以操控咒骸救急机械丸代替它去战斗 而且操纵的范围极广 另一个例子就是第二季将会出现的浮黑圣耳 天生因为天与咒服的关系 直接零咒力 一般人至少还有一点点的咒力 它是零 换回来的是超强的肉体 和五官的感知能力异常的敏锐 虽然以上这些都可以帮助咒术师不少 但王道帆当然要有必杀技啊 不是每个咒术师都可以洗得的强大招式 就是领域展开 说到领域展开就得先说 深得领域 深得领域简单来说 就是用咒力把内心的世界给构筑出来 地形会改变可是没有能力 而在深得领域里加了术士以后 就会变成领域展开 使用领域展开非常的耗咒力 但有两个很强的好处 一就是在领域里该咒术师的能力将得到大大的提升 二就是领域内所有该咒术师所发动的所有术士 百分百一定会命中 这么厉害的招式如果中了那不就完蛋了吗 其实是有对应的方法的 最直接就是对方向你使用术士的时候 你也用术士将其抵消 可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本身也一起领域展开 而自己的领域展开 一定要强到可以覆盖对方的领域展开 把优势一下子倒过来就可以逆转局势 最不推荐的方法就是逃跑 因为是逃不掉的 而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从外面破坏领域展开 因为领域展开是一种强化里面的术士 进来的人没有好处 所以没有人会主动进来 因此在外面的人可以轻易破进来 而在里面的人就无法破出去 这就是领域展开的全貌 好的这就是在咒术回战里大部分很重要的设定 大概应该有超过50个吧 说真的哦 其实还没说完啊 别忘了还有一大堆的招式的设定还没说啊 我相信只看一次应该是有听 可是没有懂 借鉴下下老师的设定不是难懂 是太多 所以很难记 所以大家记得每人看10片 这部影片真的是干难做 至于招式的设定呢 那就看我的心情吧 大家好 我是马之 我们下部影片见 また呢